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讲,林马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继续和大家分享,林超群的演艺人生 上回就讲到,林超群就在这个港西演员一轮之后,再遇归来 而他就囚足借私金,给师傅 从此之后,他就跳出了童子班 在这个时候,他也改名正式叫做林超群 他就可以参加这些省港大营班 由20世纪的20年代初起 林超群就先后参加过 大富贵班 新几元班 竹华联班 大罗天班等等这些粤剧戏班 就担任这个 蓝蛋国 即是做蓝花蛋 他就在这些剧目,譬如说 他就在这些剧目中,他就扮演,通常就是扮演小姐或少夫人 他演出是恒康远转流畅 做工细枝入尾 将一些大家龟秀或少夫的延淑 田静 和典雅 都表现得唯昭唯妙 因此 他慢慢飞升省港澳 成为收入 当时收入白银 超过一万个白银的大老官 他在轻中华剧团 丹江时 林超群第一次收受徒弟 悉心栽培数年后 造就了当时粤剧首屈一指的著名女花蛋 你猜这个著名女花蛋 即是他第一次收的徒弟是谁 原来他就是日后 成为花蛋王的方艳婚小姐 方艳婚 其实就是林超群的第一个徒弟 后来 日寇侵华 广州就淪陷了 演戏的那些剧院 因为战事关系 都一片萧条 在一次运送汽箱的时候 林超群的私伙气服 全部跌入河里面 没了 相当不幸 遭到这次打击之后 林超群只好妻身于 包袱班之中 以谋生计 后来 男女班就应运而生 一路时间过去 慢慢地就开始有男女班的出现 在这些男女班 得到人接受的时候 即是兴旺的时候 南蛋国 这个行当 就暂暂被人淘汰 在这个时候 林超群 林超群也唯有急流勇退 就收山息宴 即是吴泰显出 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末期 他在广州就闭门售土 孔雀平就是他的得意门生 林超群自从踏上舞台 到他饰演的时间 大约有三十年 在这段时间 无论是省港班 或是洛乡班 他都一直担任正印花弹 这个主角的角色 从来都未做过副处 据说 这个在八和会馆同仁之中 他是绝无紧有 可以说完全未做过副处 一直都是做正印的 即是很少有人可以这样做得到 林超群仍先后 灌录过不少粤曲唱片 至到现在 仍然有一批唱片 在香港中文大学收藏着 那林超群有个女儿 就是他的大女儿 就是林小群 另外还有个第七女 就是林锦平 亦都得到爸爸的真传 成为了粤剧界的著名花弹 而林超群的第六女 林艳玲 和七女林锦平 都是广东粤剧学校首届毕业生 在厌龙毕业之后 曾经回到母校任教 在1983年 曾经来过香港 任教于 香港八和会馆的危校 那林超群的三个女儿 都可以说得是 承继了副业 各有所长 时间去到1955年 林超群 就因为得到一重病 就在广州病逝 享年 就是49岁 相当年轻就离开人世 是十分可惜的 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 林超群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亦都全部完毕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N与阿Lan频道 好 下条片 继续和大家分享 其他粤剧老观的演艺人生 好 拜拜